在台灣舉行的金馬獎電影頒獎典禮 罵出一場政治風波 火燒到今天還未燒完 話說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 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紀錄片 叫做《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一個片得獎 導演是一位38歲的女士 叫做傅茹 在台上當然很激動 流了眼淚 有感而發說過以下的一番話 他說希望我們的國家 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這是我身為台灣人的最大願望 這番話因為真正獨立的個體 當然被視為主張台獨 於是大陸的網站直播金馬獎的班獎典禮 都要叫停 不僅如此 本來大陸的大陸相當紅 一度 現在可能在大陸 被一些年輕人後浪追趕上來 拱利本來是作為一個上台的班獎嘉賓 和李安的 但最後決定不肯上去 文說說而知道紀錄片是頒給《太陽花賀幻》 這個《我們的青春》 在台灣已經臉黑了 到頒獎的時候就不肯上去 只有李安一個人上去 不僅如此 而且大多數去台灣出席頒獎典禮 大陸的演員和藝人全部都杯葛 頒獎典禮之後的 他們叫做慶功宴也好 或者什麼宴會也好 全部杯葛 只有一個大陸的導演去 好像拍一些比較爭議性的紀錄片 或者電影的一位導演叫劉業 有出席 其他全部都缺席 這位傅嶼導演的背景挺特別的 因為他自己在台灣出生 但是他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 母親是印度來西亞華僑 我想也是去台灣生了他 一個這樣的背景 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 其實也有很多身份認同危機的問題 我想所有年輕人成長的時候 都會問相同的問題 在我的年代都是這樣 例如我在大陸出生 我一歲的時候來香港 我擁有的旅行證件 跟我一般在中國的同學很不同 他們擁有BDTC 英國屬島公民護照 在身份證上寫著他是英國國籍的 我擁有C.I. 簽證身份書 或者是身份證明書 我忘了 英文叫Certificate of Identity 其實是一個嚴格地 國際上沒有國籍人士 所以我去任何地方都要簽證 去東南的地方都要簽證 所以是很麻煩的事 我經常都要問自己身份的問題 究竟我是甚麼人 為何我和同學有不同的待遇 我的身份證是寫著中國籍的 他們的身份證是寫著英國籍的 我想這位婦孺也是一樣的 父母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華僑 母親是來自印尼的華僑 他在台灣出生 究竟他是甚麼人 大家知道華僑一般是很大中華膠的 自幼思想的貫穿 他覺得是中國人 但是他在台灣出生 因為台灣長大 尤其是到今天的時候 可能他的身份也很清楚 他和他的發言中說 我希望我們的國家 可以當成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我想這是很多台灣人 尤其是很多台灣年輕人的一個期望 我們叫做天然獨 天然獨就是 我們出生的時候 台灣的年輕人和大陸 和上一代很不一樣 和大陸一點感情都沒有 那會怎樣認同大中華呢 此話一出就引起很大的反應 我覺得這個反應都已經預料了 大陸的人都說他們是台獨 湧入婦孺的Facebook 批判他 也有很多人身攻擊 也有人支持他 他說他的身份 在這個時空 其實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大陸的藝人 不知道是為了表態 還是真正這樣想 在這個頒獎禮上 一位叫做圖滿 我不是很認識的 好像是2017年的電影金馬獎的影帝 在台上 聽完婦孺說這番話之後 他就說 特別榮幸 最次來到中國台灣金馬獎頒獎 我感到兩岸一家親 另一位金馬獎的影帝 就是中國大陸演員 在徐曾在領獎的時候 大聲叫他 這是一個專業的殿堂 我們相信中國的電影 一定會越來越好 這些集體表態 就是龔尼不肯上去 大陸的演員講這些話 講中國台灣 這些集體杯葛 所謂的慶功宴等等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這是他們的reflex action 反射作用 是不用驚大腦的 因為他自有 受的所謂的黨國教育 無論他是真心誠意 擁護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好 還是政治需要為了賺錢 如果不表態 就可能一分鐘不能做 也好 他也必須這樣表態 我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某程度上是理解的 重視我不諒解 人是獨立的 個體有獨立的思想 獨立 independent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人 否則你和狗有什麼分別 當黨叫你這樣說 你就這樣說 我覺得也不奇怪 另外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在網上馬上有一個圖 很多藝人都轉了 包括范冰冰 都分享 有一個中國地圖 寫著中國 黃黃色的底 然後有一個紅色地圖 我們今天的中國是一隻紅雞 有一句說話 中國一點都不能笑 中國一點都不能笑 這幅地圖出來之後 當然在中國大陸 一方面有些人去聲討 這個富裕導演 一方面就去 說中國一點都不能笑 這就是在中國大陸 是瘋傳的一幅圖 五星紅旗 黃色的星 在紅色底的中國地圖 有一隻紅雞的樣子 這就是我們自幼以來受過教育 中國的版圖就是這樣 但是台灣的網友很棒 做了一個圖 這個圖在中國紅雞的地圖上 製造了一個綠綠色的 比這個版圖更大的 標題就是 中國一點都不能笑 但是可以缺一大塊 在說什麼呢 綠色的一大塊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中國的版圖 並不是長期不變的 如果你快看一本書 就叫做《從中國版圖看歷史》 是好看的 就是說由中國這個名字 以來一直經歷這麼多 朝代中國版圖的變化是怎樣 這是一個很值得 如果你有興趣研究中國歷史 很值得看的一本書 我看過也覺得很有意思 竟然這本書好像是當年三中相出的 缺少那一塊 其實現在說的是 比如說蒙古 我們稱為外蒙 又或者已經在沙俄年代 割讓給俄羅斯的一大片土地 這個地方 很明顯是不平等條約 但是究竟中共成不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 文說在中共建政後 在近世和俄羅斯 簽訂了承認中俄邊境的現狀 換句話來講 即使當年 在年齡年代想把這些土地 歸還給中國也好 後來史太林說反悔 現在中共承認了當年 沙俄和滿清政府簽的不平等條約 現在大謊計算 好像超過一百萬公里的土地 永久通過物約 已經給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人們就不禁要問了 那些一大塊的土地 割讓給別人 就用簽了物約的形式 去確定這個邊界 這個算不算一點都不能少呢 還是像這幅地圖所說 但是可以缺少一大塊呢 人們就要問這個問題 其實那個意義在哪裡呢 還要強調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但是可以缺一大塊的改圖 這個制圖 我們看到是沒有了台灣的 OK 原底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當然有台灣 一點紅色在這裡 是沒有了台灣的 那就是台灣的網友 你就吹他不將 吹吹嗎 這個是我的主場 你咬我吃牙這樣 在這裡留意這個影片的朋友 我曾在這裡報導過一宗新聞 就是大陸一個退役軍人 叫欣敏雄 而且一個就是中國版圖的 民間研究員 向外交部查詢 中國有沒有放棄過一個地方 就是在蒙古俄羅斯 邊界的地方叫唐魯烏梁海 有沒有簽過這個協議 外交部就說 這個訊息是機密 不能說 於是他就向北京的中級人民法院 入稟 中級人民法院最後做過裁決 就說支持外交部 說這件事是涉及國家機密的說法 你是不可以 我們是不可以告訴你 換句說話來說 中國國土的版圖 是涉及國家機密 中國人是沒有權知道的 這段新聞 是在大陸的媒體沒有報導的 當然那些簽文約更加沒有報導 我就要問一個問題 究竟這班藝人去轉發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的 舉適由共青團的制圖 他們知不知道 有我以上所說的事實嗎 中國在資訊這麼封閉 這些敏感的資訊 絕對不流通的情況下 他是否一早已經被洗腦 他認為中國的版圖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 在他的想像裡面 在知識的範疇裡面 在他的認知裡面 不知道中國的版圖一直在變化之中 而且有些版圖 有些中國的國土 就是在1949年之後 親自被中共的政權確認 送了出去的 他們不知道 他們可能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我們不怪他們 因為在中國這麼封閉的資訊 他們是無從知道這些歷史事實的 我們在香港 即使資訊這麼開放 大家都有這麼多的資訊 我們隨時可以找到 很多香港人 都不在意 不理會 選擇不知道 我覺得香港人 選擇不知道 我認為是不可以原諒的 資訊這麼流通的情況下 你都當自己看不到 不理會 不理會 與我無關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我覺得 這種無知 是很難諒解的 但問題的關鍵是 他們未必不知道 因為他們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他們是周圍去的 來香港的次數 比其他城市還要多 去倫敦 去紐約 去康城的電影節 即是他們的資訊 是不會封閉的 他們是不知道 他們是知道 不過選擇 去做一個集體的政治表態 用來保存自己的利益 有些人說 如果在台北的金馬獎 這群藝員 不敢去集體表態的話 他們回到大陸 就無法混合 換句話來說 這個表態 是用來保住自己的繁滿 用什麼方式來保住自己的繁滿 就是用集體說謊的方式 集體說謊的方式 才能保住自己的繁滿 集體跪低的方式 才能保住自己的繁滿 所以台灣這位改圖的網友 中國一點也不能少 但可以缺一大塊 然後把台灣 不見在中國版圖之外 讓人的感覺是刺破了一個謊言 就好像皇帝你沒有穿衣 皇帝的新衣的小孩子 很大聲告訴中國人 告訴香港人 告訴香港人 告訴台灣人 我們不要集體為皇帝掩飾 他沒有穿衣服就是沒有穿衣服 中國版圖 只有一塊 只有一塊 這是歷史事實 我們不要集體為這個歷史事實掩飾 我覺得對他來說是一個當頭鵬寒 我早幾個月在台灣旅行 去了幾天 發覺台灣真正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因為街頭和街尾都有幾檔人 在這裡呼籲大家簽名去搞公投 譬如有關於要反對同性婚姻的公投 在街頭 在街頭就看到反制公投的公投 贊成同性婚姻的呼籲公投 然後隔了幾條街 在西門町就看到有所謂台灣的奧運證明 東京奧運 台灣就不要再用中華台北 要用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的公投 大家各自去表述自己的觀點 走過的人 大家亦都覺得不是很劍拔老張的 氣氛很緊張的 大家各自說不同的事情 大家亦不會閉嘴大家的聲音 大家亦不會吵架 很和平理性地向路過的人去伸述他們的主張 我便白白光說問 你們投什麼 我是香港人 可以投不投 他便解釋 香港人是不能投 不過我就樂意向你們說 台灣的處境是 기본 是關於同性婚姻的問題 關於這rative協助 Ты 카 decided 很悠然要到分問題 我便充分意覺得到 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席 言論自由是充分保障的地方 李安導演上去頒獎 頒獎後有人問他 當然他不希望這個頒獎政治化 不過他就說了一番說話 他說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台灣人有權說話 他們喜歡說什麼 他們是可以說的 這番說話沒有表態反台獨 或者沒有表態反紀錄片導演的言論 其實對於台灣有些藝人來說 要靠大陸賺錢的藝人來說 都是犯忌的 不過李安導演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導演 老實說 怕你什麼 我又不是靠你賺錢 你就杯葛我 你不要讓我的影片在大陸上映 如果台灣的藝人為何隨時向大陸表忠 香港人為何隨時向大陸表忠 就是因為怕找不到吃 怕他們的電影去大陸上映不到畫 不過老實說 從這個角度看 做一個人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不管你的政治主張是什麼 你打從心底裡 說你想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才是一個企席的人 一個人為何一定要跪下來才能賺到吃 企席 暫直都可以賺到吃 雖然 賺的錢可能沒有給跪下來那麼多 但是 至少晚上你會睡得好一點 是不是 深藉口快兩週年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或者你用800通的好儀比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或滑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了 接下一個號碼 多謝